2020年前7月全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期增长百分之4.07 其中城市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百分之3.63 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百分之4.51 今年前7月核心通货膨胀较去年同期上涨百分之2.74 统计总局表示在11大类商品中 酒类商品价格上涨 其中交通类增幅最高 其次是租房和建材类文化娱乐和旅游类 其他商品和服务类 二类商品价格下降分别为餐饮服务类和邮政电信类 越南物价通缉司表示 成品油价格上涨居民用水量和用电量聚增 天然气价格上涨旅游需求增高等 是蜡动越南全国7月份CPI增长的主要动力 越南全国7月份CPI下降的原因是 大米猪肉新鲜水产品等生品价格下降 7月份国内黄金价格随着世界黄金价格走势而波动 世界黄金价格创从2012年以来新高 越南7月国内黄金价格环比上涨百分之三点四九 油价格下降了